电视五 扬称双赢互利 向对手骗取利益 我们频道的朋友可能记得 我过去讲过在中共的字典里面 很多字词的定义都跟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中共输了双赢不是你我双边都赢 而是中共连续赢两次的意思 而中共的所谓互利也不是互相得利 而是我得我的这份利益 那你再给我一份利益 也就是买一送一的概念 所以跟中共打交道的时候 一定要先搞懂他们这些概念与骗术 尤其是双赢与互利 正好是中共最常使用的对外统战与宣传伎量 比方说这次王毅用了同样的招式 他说美国与中共要相向而行 充其两国互利合作 听起来好像是 我们美中两国要走到一起 然后彼此为对方带来好处 彼此帮助对方 对不对 不过你仔细看王毅后面说的 他说希望美方尽快调整政策 放弃对中国产品加征不合理关税 放弃对中国企业和科研教育机构 实施各种单边制裁 放弃对中国科技进步进行无理打压 为两国合作提供必要条件 有没有发现 王毅说要两国互利合作 但是王毅的说辞却是不断要求美方 给中共好处松绑制裁让中共得利 并没有看到中方要给美方什么利益 也没看到中共承诺说会做什么改革 或者改正错误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在双方还没合作之前 美方就要先给中共这么多让利了 才能开始合作 那如果真的合作之后 那中共就会再赢得另一份利益 这就是中共的所谓互利双赢 那过去中共党魁就不断地在嘴上说 中美经贸合作是互利双赢的 但是实际上却一直用不公平的贸易手段 来对付美国 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与技术 那最后结果是 中共赢两次获利两分 所以后来川普才会发动贸易战 把中共教训了一顿 但是在美国大选过后 中共党魁又再次向拜登喊话 说希望双方实现双赢合作 相信您现在也看懂了 中共盘算的是什么 中共想再次假装韬光养晦 骗取美国取消关税 松绑技术管制 让中共可以从美国身上 重新取得养分来壮大自己 最后在等合适的时候 击败美国实现称霸世界的中国梦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用我的话说是奴隶命运共同体 好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次 中共常见的五种外交与外宣的骗术 骗术一 死要面子 用华丽口号掩盖自己错误 中共从来不承认错误 而是喊出假大公的口号来掩盖错误 转移外界视线 骗术二 解释问题 不解决问题 推卸责任 中共从来不解决自己制造的问题 反而不断找借口 想说辞 来解释问题 把责任甩锅给别人 骗术三 假装文明绅士 对普世价值 偷换概念 中共嘴上也高喊人权 民主等口号 但却悄悄偷换概念 扭曲是非 目的是要破坏普世价值 以及拉低全世界的道德标准 骗术四 伪装弱势 欺骗对手 掩饰谋罢意图 中共效仿 勾建复国的故事 先假装没有威胁性 让对手失去戒心 再刺激 一举消灭对手 骗术五 扬称双赢互利 向对手骗取利益 中共的双赢是他们赢两次 互利是他们获利两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